那回到,接下來我們就要去說一下,剛剛國慶在說那個大補帖 大補帖的原由來由 那大補帖的來由其實跟我,我剛剛有騙說其實我本來是念藥學的 念藥學的有關係 那其實回到鄉下,開咖啡館的幾年,我遇到很多 就是,出品頭尾都會說,你們的小孩不是嗎? 也藏著了,怎麼會不務正業 其實我大概創業的前幾年最常遇到的事情 就是大家都說,怎麼不務正業 那所以其實那時候還蠻年輕的,就是比較衝 心裡面其實當然不好意思正面去說 但是心裡面都會有一個抗拒的心 就覺得說,我賣咖啡也不偷不搶,其實也不錯啊 有什麼不務正業 那所以後來我自己找到了一句,就是解嘲 然後也回應他們的話 我那時候常常都跟人家說,有啊,我是 我哪有不務正業,我做的是正業 因為其實咖啡是全球那個使用量最大的麻醉藥品 那所以我做咖啡其實跟我的本業有關 那那那所以其實,這也是我們當初在做大補貼的一個想法 其實大補貼是我們的,就是咖啡的隨身包 那那個時候其實,在找包財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想說,其實那時候找了很多包財 然後覺得包財,第一個覺得很貴啦 那創業一開始大家都要盡量自己 那另外一個,其實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想要用一個比較環保 然後又有創意的方式去包裝 那那個時候也想到說,其實 就是,後來就想想想想去想 那時候,人家以前在說,貴公油放貨油包的方式 我那時候覺得,那樣子的方式好像很不錯 就是用繩子綁一綁,也不用紙也不用什麼 其實很環保嘛 然後後來想說,其實這好像跟我自己本身也有一點點淵源 因為我記得,在我阿公那個時代 就是人家買藥就是這樣子包的嘛 那我想,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用這樣子來做我們咖啡的包裝 那第一個,也環保 然後第二個,好像可以有點懷舊 因為我們在鄉下開咖啡館 好像要濃厚一點,要送個人就好 那另外一個也覺得,其實跟我自己本身的出身比較相關 然後就是,那也有一點點就是 一位我的阿公啦 就是,雖然我沒有繼續走 就是,藥劑是這一圖 但是總是,對啊 家裡他們把我這樣長大應該對他們有一點點表現 所以這,就是設計了這樣子的包裝 然後,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呃,我們會去 這是自己看一個故事嘛 就是,我們剛才說我們開芒果咖啡一群 那覺得,愛與分享很重要 那於是呢 我們其實後來開店第一個月開始 我們就 因為我那時候想法就想說 欸,好,如果有賺錢就要去回饋社會嘛 然後後來,其實老闆娘 老闆娘,老闆娘 呃,恰白白齁,但是有一個好處 他真的是一個有愛心的人 我跟他真的有愛心的人 這樣 他一陣子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 他說,要等著賺錢 我不知道是誰說幾年 他就說 其實當我們有這個心 想要行有餘力的時候去回饋 可是其實 真的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對的事情就要做 不用等到賺錢再說 反正 就做 有能力就做多 沒能力就做少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 開咖啡館第一個月 我們就想說 好,那我們就來 任養非洲的小孩子嘛 讓他們可以吃午餐 然後 然後可以去念書嘛 那時候 想到的是張 就是我們知道的 就是 事業展望會嘛 然後後來 大概一年兩年過後 就是本來任養非洲的 然後就也有任養台灣的樂主 台灣部落的小朋友嘛 那 其實那時候會任養台灣的就是一個起心動念 就是想說 欸其實 欸啊 台灣 也有很多需要幫助的嘛 雖然幫助非洲的沒有什麼不好 然後 也很好 但是我總覺得 欸其實我們就近關懷 就是其實我們身邊就有很多人嘛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就是有一天 打烊之後 就跟老闆娘在家裡看電視嘛 就跟你說 在鄉下 打烊真的沒有時間做齁 阿不過這樣也挺好的齁 在家看電視就會有好的發現 我那時候應該是剛好看到一則新聞吧 應該就是 什麼 呃 偏鄉的小孩很可憐 之類的 就是 這樣子 那我們那時候嘛 就是一個起心動念 我們就覺得說 好 那我們應該 去找自己身邊可以幫助的小孩 阿我覺得 人生就真的都這樣很巧齁 就比如說 欸可能我們的肌院 就剛好遇到這時候開電 這時候開電等等 那所以其實我們那天看完新聞之後 然後他隔天就上網查齁 查說 欸其實離我們這比較近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助的團體 然後 好死不死 真的離我們家不到十分鐘齁 呵呵 人生就是這麼巧 那所以 我們就到育幼院去 然後 他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很窮 他就被 送進去 找他 一定說 欸我可以送什麼 對啊 那 其實 就去了解 那 那 其實我們 到現在大概六年了嘛 就是我每個月 他就會自己親手做一個 呃 院童是 四五十個人嘛 大概就是五十人份的大蛋糕 然後就 送過去 然後陪他們過生日 然後就去跟他們唱唱歌啊 跟小朋友玩一玩 其實不是什麼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那但是 我覺得 呃 小朋友覺得有人會關心他們 其實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阿我覺得在這個過程 反而是我們自己 呃 獲得更多啦 在這一個過程 其實你在 去付出的過程 其實 你會感受到很多 而且 會發現人間有愛 然後一開始 比如說 我們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 你就會 呃 發現有很多人會伸出手 欸 就像 國慶這裡有很多的 志工是一樣的意思嘛 齁 你要做到的事情 全門開始走掉 為什麼發現 欸 很多人客 就是我們的客人 那他們就會開始 欸 這個要幫忙 呃 張羅禮物 然後這個會幫忙說 欸 我們開車送過去啊 等等 那其實後來就會有一群人 大家就一起去做這件事情 嗯 那那個時候挺有趣的 還有一次就是 欸 我覺得 那個也蠻好玩的 就是 其中有一次 那時候 呃 院方就把所有的小朋友 帶來我們店過生日 啊 其實 我覺得在 讓小朋友 欸其實 接觸到 咖啡館是怎麼監視 前後 咖啡文化 就是 他們可能到了一個很新的空間 欸 那可能有一些 藝術品啊 等等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突然覺得 欸 我們在鄉下開咖啡館有了死命感 這樣子 就是欸 可以 有 不過 僅此一次 齁 一次就嚇到 白眼 因為那一次來了之後 我們咖啡館 鄧死變成戰場 齁 因為 四五十一個小朋友齁 齁 那所有的書 都沒有辦法歸位齁 齁 就是你要講說 國慶這裡的書 全部被丟到地上 然後再 對 然後我們的牆壁 馬上又重新的粉刷了一次齁 欸 不過我覺得挺開心的啦 雖然那一次之後 欸 我們真的 後續的處理做了很久齁 但是我覺得 欸 讓小朋友有這樣子的一次體驗 也很棒 然後 對啊 就諸如 諸如此類的故事 我覺得 就是我們在鄉下開咖啡館 發生 很有 很有趣的事情 就比如說 欸 你就會發現 欸 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好像找到歸宿嘛 就是 欸 他可能 最多的就是 比如說 那種去外地唸書的 啊 他一定要回來家裡 讓爸爸媽媽看一下嘛 啊 或是說要回來拿錢有沒有 但是 但是 回來了之後 他就會覺得 欸 其實 鄉下的生活很無趣齁齁 那就會到咖啡館裡面 看看書啊等等 那我覺得 欸 其實 好像有照顧到他 啊 當然 還有一些最有趣的事情齁 就是 剛剛說的那個 農村的阿伯這件事情 對啊 對啊 各位先生都在說嘛 農村的阿伯哪有喝咖啡齁 那我覺得 我開咖啡館這幾年 應該這件事情 是最得意最驕傲的齁 就是我們發現 欸 因為我們的出現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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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我們剛開的時候就常聽街坊的歐巴桑他們會在聊 他們很好奇,一開始會說 那間到底是在做什麼?咖啡店,有時候咖啡店 還有人說那間我看那間好像在做頭髒的吧 好像美容店,反正說法很多 其實那時候對他們來說那是一個很新的空間 那於是這些人一開始他們就會走過啊,張望啊 那當然我們也有做出相對的努力啦 就我們就開始在我們門口放了很大的Menu 讓他們可以,然後你就會發現他們就帶著狗散步 狗明明一直很想跑,他就一直拉著他假裝 他是在門口小狗不走在徘徊 然後他就去翻翻Menu,就看看 好像有什麼東西 就其實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慢慢演化的過程 然後於是他們就會在某一天突然走進來 然後走進來很有趣 他們一開始進來齁,他們不會到裡面做 他們就會隨便買一杯,然後說我要帶走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很有趣,那於是後來我們就發現我們外帶要做得很慢 一般外帶一般的飲料店或咖啡館做外帶都是要很快 大家就是要外帶就是要便利 然後發現在刺頭我們做外帶要做得很慢 因為當我們做得很慢的時候 這些阿伯他就是在裡面留你 他一開始他就會坐立南安 他就不知道怎麼 阿伯他幾次來了兩三次之後 他就開始比較熟悉了 他就會開始走去那裡把車拿起來 摸一摸一摸一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阿伯我們做還要一下下,你要不要做一下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開始,阿免阿免阿免阿,我站這樣就好了 然後就趕快把車丟回去 然後就走去門口 走去門口說 阿,我等一下來拿 然後漸漸的 反正我覺得那是一個習慣的改變 於是乎 其實他們後來就會 就會走進來 然後坐下來喝一杯咖啡 所以大概在前年 前年有一天 我看到螢幕我就覺得很感動 我就把它拍下來 然後放在我臉書上面 就是還有一個大姐 一個做產的阿子 他很熟悉的 結果他現在一開始就是都來 他那時候剛才來很熟悉 他都不是 那種家人有一種 帥真跟虎子很熟悉的 他來,他都抱歉,不會說他不會 他都會怕一遍 然後買蛋糕,還說他怕不吃 對,都說他怕不吃 然後 然後 偶爾好像聽到他兒子說 啊,問題啊,為什麼這樣 反正就是其實他會很喜歡來這邊 那可是他一開始他就不好意思 就會說啊,這是小朋友一樣 然後後來當然久了他就習慣了 那我們就發現 他後來就會 在每天的傍晚 四五點的時候 不會常常來一個禮拜大概一次這樣 那他就 穿著那個雨鞋 然後帶著斗笠 啊那個 圍著那個 就是騎著他的體乳 啊 他來 有猝皮猝皮 他說說 欸,我要穿起來 抱歉,沒關係沒關係 有沒有 然後他就會走進來 然後把他從地放下來 然後點一杯熱咖啡 然後就再來看起書 然後我們就覺得 欸,其實很有趣 然後他最好笑 他說 欸 欸 那姊阿,很有聖詩耶 他還會看你一台耶 然後 對啊 我們 然後其實我們後來就在想說 或許對啊 其實 有時候 也不見得是 是 說鄉下人 他們 就不懂 或其實有時候是 他們沒有那樣子的環境嘛 其實 我跟我做著做貪人 他們也懂得很多 那其實 他們 也說 其實也很有內涵 那 並不是說 欸,他們或許就 跟好像 呃 什麼 他可能做田 他就跟咖啡啊 跟文化啊 或是說 跟書音樂沒有關係 那其實 我想 或許吧 或許就是 沒有這個環境給他 那所以 呃 有了 我們在鄉下開了之後 欸 或許 他們慢慢的就會老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他坐在那裡 就是穿著 穿著 那個 雨鞋 然後 對啊 把那個他的 圍蕾丟在桌上 看書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開咖啡館 還對 對啊 就 其實我覺得 開咖啡館這幾年 比較有趣的 就是這些小故事 喔 然後還有就是 小朋友 小朋友就是 喔 就是 國小的小朋友 他們會跑來咖啡館 然後會很有趣 就是其實對 可能 比如說 在赤桶這樣子的 小鄉鎮 呃 我們 提供的功能性 可能要很多吧 因為可能在赤桶 他也沒有所謂的餐館 或是說 其他的 所謂 呃 休閒的去處 那對小朋友來說 他們就是 欸 可能來 來不是喝咖啡 他們可能來就是 吃一個鬆餅 或是吃一個蛋糕 然後對他們 對他們 對他們來說是 很 很大的一件 慶祝 可能學期末 或等等 啊所以常常看到 小朋友會 來我們家殺豬公 就是 像 帶著他的鋪板 然後 真的就是 很有趣 可能 買一個起司蛋糕 是七十塊五 那你兩個 他的鋪板打開 然後十塊五 一塊 要一塊 一塊 然後拿給我們 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通常都很 很開心 那有時候更 更有趣的 那個 老闆娘有遇到嗎 老闆娘算很兇 但是他面 那個心喪 就是 他好像有遇過那個 那個小朋友算了半天 好像查三塊 然後就非常緊張 然後想自己去吃了 又不知道怎麼辦 那在那裡 那他就是 他後來我回來 他學給我聽 他就說 那看到那個小朋友這樣 然後 然後 跟我換回來 他會感激 一邊想說 是不是要往門外直算 然後就跑 或等等這樣 然後 他就 跑過去跟他 就把他一把抓起來說 把他趕來 因為他在旁邊 好像有聽到 就是他那裡說 沒有搞的 然後 就挺有趣的 然後 對啊 那後來好像還有請大家喝東西 吧 反正我覺得 這樣的事情 就是 可能 在很多 創業的 辛酸 辛苦 後面 快樂的事情 那我想任何事情 都有他 開心 跟 辛苦的一面 那其實 我都覺得 如果你不辛苦的話 一定不會 快樂 也沒有成就感 所以 對啊 呃 好像 其實 在鄉下開咖啡館 很多人都會問說 你敢開嗎 但是 最多人喜歡問我 然後都說 你敢回家 什麼苦 這樣子 然後其實 就是 我好像從來回答不上來 因為其實 我大概 都覺得 就是過得就忘了 我覺得人其實很不錯 就是 回憶 回憶是一件 很美好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會記得 開心的事 然後其實 痛苦都很容易忘記 如果太痛的時候 人就會休克 我會忘記 我記得我們以前 在醫學院的時候 是張念的 就是人對 痛苦的耐受性 是有一定的限制 那over就會 就會 就會昏倒 所以其實 痛苦是會忘記的 那我們記得開心的事情 然後 嗯 那我想 當然創業中間 有很多的 會遇到的問題 那我大概都分享一些 開心的事情 那當然今天 各位來 我不知道現場 有沒有很多人 是想創業 或想開咖啡館的 那我想 如果你們想知道 那個 就是 那個 不為人知的那一面的話 就是 我們留一點時間 讓大家 問問題 就比如說 你們有什麼想了解的 或是說 如果 在場也有人想開咖啡館 那他 想要了解說 需要準備什麼 或是等等 或是有創業的部分 想要創業的朋友 想要問說 欸 就是 有哪一些部分 你覺得 反正我都在說 美麗的故事 那你想要知道 雪新的那一面 或是 就是 看各位朋友 有沒有想要知道 好 好 你 我 快 ends 要 來 不要 我 那